你 你还病着呢 赶快歇息着吧 明天 我再到宫里守着求求娘娘 那英王虽然狂走了你父亲 想必 也不敢加害他 你就放心吧 母亲 您喝了暗身汤 先好好睡一觉 好 养精许锐 等精神养好了 才好再去找父亲 好 乖孩子 去吧 小公爷 安歇了吧 不知道不为 上了奈何桥 何故梦不倒没有 不为哥哥最是忠心为着公子的 不为哥 想来上天眷顾 下一世 一定会投个好人家的 也不会再进去 再 Sacred Heart 是哎人家的 我不能就是你 好像他也有事情 没有人家的 背景 你看你看她 不要再罗兜 像我们这样的漫无 公子觉得国公府都不好吗 外面的人看着 觉得我们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我们看着大内 也觉得官家威风拔面 四海来潮 可我们都是凡尘之人 又不是神仙 官家心中有不我 不 像我们这样的人 心中也有苦 几苦 不肯说 启动 南沿帝 落河 你 可笑 真是太可笑了 数百年人家 无非行善 你 你 行善 小公爷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 这大晚上的灯门 来 请王爷行善 许我面前 老公爷 从小公爷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怎么竟听不明白了 那就只能留下我的尸首 和献猪承换 这世人都说 齐家的小公爷脾气多似其父 温文谦和 最好白弄 不想世人都是弄错了 我看你这骨子里头啊 还是有一股子傲气 不愧是平宁郡主的儿子 我齐家虽人丁担拔 不复当年省光 但是也不能束手就落 任人欺负 我虽无功名爵位 但也是在官家面前路过脸的 勇王府即便权势寻天 也盖不出这么大的案子 小公爷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请国公爷来家里头做客 不是威胁你们家 而是有一些事情 我们得把其中的利弊一一讲明 咱们两家都是皇亲国戚 这我说句世警的话 抬头不见低头见 怎么能动刀动枪 伤了何戒 你们挟持我父亲 在王府 还致王府伤了何戒吗 我们若是不把公爷请过来 你 你怎能登我们家府门呢 有些话 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讲才有效用 我知道 你执意不肯与我而成婚 无非就是心系着盛家的那个庶女罢了 你们 你们要做什么 确实 如你所说 你若执意不从 我也不能将你父子真的置于死地啊 可这圣家不同 以王爷之尊天下未定 若要将一个无品小官举家灰飞烟灭 想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得知这天下已经在你们囊中了吗 这天下在不在我家囊中 圣家都不过是个无品 小公爷 你要死了 圣家那丫头必定也死 这骑士一门绝后 平宁郡主和齐国公 不就得守着一个空宅子 聊此残生了 祝贝 不得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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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之大 应才何之百万 你们为什么非赶着我们一家来杀 若你们这样空有虚弦的人家 也能对着王府笑 对着王府骂 今后的天下那还了得 我女儿想要的东西 往日里弄不到手 若如今还弄不到手 我不也枉为人母了 午夜 好一个尸度轻身 好一个无字紫消 王妃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 极深渊 你以为 这就是极深渊吗 蠢 蠢啊 蠢啊 与美妙了 其他人 ett 想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 齐渊若 你别无他路可走 签了这一纸婚书 你父亲即刻便肯回家 盛家 盛家 从此也就平安了 不管是他公主 还是县主 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 我齐恒要娶的大娘子 我齐渊若 只有你剩下的那个人 我不想 我 我要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欠吧 你永远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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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可走